三八妇女节 台中一家医院就公布了去年 女性生育率的统计结果 数据显示呢 30岁以下的女孩有超过5%生育率不及格 其中35岁以下的妇女 有8.9%的几率难受孕 医师就建议 AMH值低于1以下的未婚女性 除了动软来争取机会之外 也可以尝试地中海行的饮食 来增加住孕的机会 我们看在30岁以下的话 30岁以下AMH是小1.2 记者简报说明去年女性生育率的统计结果 30岁以下的女孩有5%的AMH值都小于1.2 生育率不及格 而其中35岁以下妇女 更有8.9%的AMH值是小于1.2 也是难受孕 第三个监控状况的情形 也是一样的糟糕 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那么在小于30岁的话 那么AMH值不到1.2的话 占了5.2% 这表示说 这些女性同胞如果不赶快进行试管 或是进行动软的话 那么可能会产生生育危机 医学指出AMH小于2就已经算是生育率低 小于1.2就算是男孕 而医院连续三年度来进行台湾妇女生育率监测 结果大同小异显示出国内的年轻女性的男受孕的诊数比想象中的多 而医学提醒 已婚妇女的AMH在二以下可以申请扩大试管补助方案 长时间快点升聚 同时也可以搭配地中海饮食法来提高怀孕率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大量的蔬菜 大量的蔬果类的部分来取代原本的一些食物的状态 然后以橄榄来露菜 取代传统的一些猪油啊 还有一些其他油类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摄取 比如说海鲜 一周大概一到两次左右 医学强调 AMH低于1以下的未婚女性 可以考虑动软以免未来不孕 也建议国舰署要将年轻女性的AMH检查列为公费筛减 而目前也已经获得了正面回应 这里讲台中采访不到